交通警察维持秩序非常辛苦 但难免要是罚单开得太勤快的话 也会被民众抱怨 是不是在抢钱呢 立委在今天公布了乌龙罚单的排行榜 像是机车超速竟然高达了1623公里 怎么可能呢 还有酒驾的车主竟然只有9岁等等都很离谱 其中台北市每607张罚单里面就有一张是乌龙 而基隆市排名第二 闯红灯要开单 但连绿灯执行也被罚 乌龙罚单还真的千七百万 机车超速1623公里 骑机车竟然有所谓的位系安全带的一个情况 想你也知道50cc老爷车又不是法拉利 竟然可以超速上千公里 连9岁小男头也被检取骑重机还酒驾 这张罚单他们就有一张绩效奖金 所以他们才会拼命的开 拼业绩远景断开单 根据统计全台湾乌龙排行榜第一名就是台北市 平均607件就有一件搞乌龙 基隆和云林则是分别列拘二三名 包括申诉还有包括行政诉送纠记下来 其实都要一年半度送 检测单太麻烦 民众大多睁只眼闭只眼 但没理由执法轻率 风险却得由全民来买单 在这边